今天玩的是皮皮夹的吗 这两个是耶耶好耶 看看是什么质地 呀 有点喝之前那个发酵面团有点像 那种糯糯的皮皮的质感 表面也是属于比较光滑的那种 这两罐是一样的 你们看它的表面 就像是米皮子一样 想吃凉皮了 嗯这种呢可以算的像是特殊质感 真的好像面团啊 手感油油嫩嫩的 哦好特殊的质感 能拉起来不 可爱 哦手感好奇特啊 每一次只要网格一出来 就会有人问怎么清理这个网格 买这个质量稍微好一点的 然后拿一团泥上去转转就好了 快点要快要快 动作要快要非常着急 这样他就没等他反应过来就粘下来了 好了 下一个这个是圣诞老人的红袜子 这是圣诞老人的粉袜子 一个面霜罐 这应该是个石胶吗 哦 这质量好奇特呀 他感觉像画了一样但是又没画 底部有些许的阴晕染 哇 好细腻啊这个 又细腻又细软 有点像蓝莓的味道 我觉得这也算是特殊质感吧 我不知道特殊质感的这个是怎么定义的 我只是觉得不太常见的质感我就通称为特殊质感 要这个柔弱无骨细弱无物 像打的特别细的那种果浆加上酸奶一样 就是手速稍微有点不注意的话 把它就会粘在手上 太稀了 有种把持不住 操控不了 无法征服它 无法驾驭它 反而被它凌驾于我的这个能力之上的一种感觉 就这样使劲抓还行 你稍微慢下来 你稍微慢下来 一不注意 就就玩这个你必须要是有一种像晕车一样的 这样一摇摆才能让它就是能够被降服 能够被你玩弄于鼓掌之中 不然你就会被它降服 这个酸奶 今天你喝酸奶了 这应该是个起泡胶了吧 这个有点像前边两款泥的这个合体版 也是一个肉绒泥 水潭 特殊质感 泥是个什么 这个泥适合反复不断的去揉拎它 这个快速拉伸的话会有断裂面 这个也还好 这个还好 这个没有那个粉色的那么把持不住 那么慌张那么身不由己 那么手忙脚乱 那么满头大汗 就这个也还好 这个就是你非常非常考验你这十个手指头的灵活性和互相之间是否搭配的默契 它是你玩的越快它越不粘手 你越慢吞吞的话它越粘手 最后一个白胡子先生这个应该是个起泡胶了吧 我求求你们也是个起泡胶吧 这个泥粉感很强 给我这几款都是颜色比较淡雅的这个胶体 哦这个面粉感真的好强 这个好像也不是个起泡鸟 这个好像也不是个起泡鸟 好像有一个淡淡的葡萄味道 这种的是牛头做的还是白特诺做的 这样拉伸的话也是有断裂面的 我很寂寞这个视频里我没能起泡 我很寂寞 我试试 哦也不是路行 感觉现在很多泥还都是比较大中化的 这个是感觉比较小众的 想体验特殊质感的可以试一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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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